大家好,我是大刘,最近天气太热,没有胃口,今天做一个西红柿牛腩,清淡鲜香,开胃还有营养 新鲜牛腩适量,我们这里34斤已经,一定要选肥瘦相间的,然后改刀成块 比较好的牛腩应该带有牛油,筋膜,这样的牛腩做出来最好吃 牛腩含泄水较少,不需要焯水,用清水浸泡30分钟即可 30分钟后,血水已经浸泡出来了,捞起泥干备用 西红柿切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掉外皮 再斜切成两半,切掉中间的西红柿地 然后切成滚刀块 装盘备用 需要的香料很简单,生姜片,香叶,桂皮,八角 热锅放少量的油 下入冰糖十两,中火炒出糖色 冰糖融化后快速搅动 待冰糖变黄,其大泡再变成小泡,乘赫色时倒入牛腩 翻炒上色 再下入香料,炒出香味 加一点黄豆酱,增加酱香味 翻炒均匀后,倒入一半的西红柿 将西红柿炒软后,倒入清水 西红柿牛腩的汤汁很好喝 水可以多一点 然后转入砂锅,小火煮一个小时 也可以用高压锅压25分钟 最后加一点土豆块 再加食盐调味 西红柿和牛腩本身就很鲜香 不需要其他的调料 中火再煮五分钟 将土豆煮熟后 倒入剩下的西红柿,再煮三分钟左右 大火稍微收一下汤汁后即可上桌食用 这样一道远最远微的西红柿牛腩就做好了 非常的香,闻着都流口水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